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个题 如果企业经营在进行低谷的时候 除了经营性的流动负债以外 不再使用短期进入负债 那么这时候企业所采用的 营运资本的筹资策略是什么 在积极性低谷的时候 没有短期进入负债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了 如果是市中型的筹资策略 那就意味着 你的波动型的流动资产和短期金融负债相当 所以说在这个季节性低谷的时候 肯定就没有这个短期进入负债了 那么如果是保守型的筹资策略 那就意味着 我们这个长期的资金来源 在满足稳定性和长期资产之后 又满足了一部分波动性的流动资产要求 所以说呢 在季节性低谷的时候 肯定不会存在短期进入负债 那这时候怎么样 就有这个基金性的流动负债了吗 因此呢 我们说 你在寂静低谷的时候 如果说没有短期进入负债了 那我们说这个筹资策略怎么样 可能是市中型的 也可能是保守型的 那么对于激进性的那种筹资策略 你想象一下 激进性的筹资策略 那就意味着 短期的进入负债会大于波动性流动资产 那么大于波动性的流动资产 就意味着在季节低谷的时候怎么样 它还会存在短期进入负债 然后这部分资金满足了稳定性和长期资产的要求 所以说那个时候怎么样 在季节性低谷的时候 就有这个短期进入负债存在 这就分清了吧 这就是我们三种筹资策略 注意它的特征 所以本期的证券选项应该是递选项 接下来看下个题 使用成本分析模式 确定最佳现金持有量的时候 持有现金的总成本 他说不包括什么 成本分析模式 这里面的成本 我们说有管理成本 有机会成本 有这个短期成本 没有交易成本 所以说呢 否定选项 那当然就是C选项了 那么由这个题 你马上就得怎么样 再进行一个推演 按照成本分析模式 你的最佳的现金持有量 应该买到什么条件 应该是管理成本 机会成本 和短期成本 三个支合最小 因为管理成本 是相对稳定的 所以说又可以简化为 是机会成本和短期成本 两者者最小 那么这两个在什么时候最小呢 是相等时最小 OK了 这些内容都搞明白了 这个考点才算过关 你不能以这个题 明白 那不可以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下个题 企业呢 采用存货模式 管理现金 最佳的现金数量下 下列各项 正确的是 采用存货模式 我们需要考虑的成本 是机会成本 与交易成本 那就意味着 应该是机会成本 和交易成本 两者支合最小 那两者 在什么时候支合最小呢 是它俩相等时最小 所以说证券选项 那就是A选项了 那么BCD肯定都不对了 这些 这个知识还算比较基础吧 同样道理 那由这你还得进行进步推演 按照存货模式 确定那个最佳的现金持有量 怎么确定 基本公司的汇报 最佳的现金持有量 有哪些影响因素 得清楚吧 在最佳的现金持有量下 那个机会成本 和交易成本 两者支合最小 那个最小的那个金额 多少 得清楚吧 这就OK了 接下来看下个题 应收账款 设销效果的好坏 依赖于企业的信用政策 公司呢 在对是否改变信用期间进行决策的时候 不需要考虑的因素是什么 A选项 等风险投资的最低报处率 这个是我们算应收账款 应计利息用的 这个需要考虑 B选项 产品的变动成本率 我们算应收账款 占用资金用的 得用应收账款的 这个余额 乘以变动成本率 算是占用资金 这个需要考虑 最选项 应收账款的坏账损失率 计算坏账损失用的 这个需要考虑 递选项 公司则所得出的税率 我们算的是税前损益 这个不需要考虑 我们说否定选项 那当然应该是递选项了 接下来看下个题 下列关于市中型的 营运资本筹资策略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 A选项 波动型的流动资产 通过经营性的流动负债 来筹集资金 我们说市中型的就意味着 波动型的流动资产 应该等于短期金融负债 所以说A就错了 B选项 长期资产和稳定性的流动资产 通过股东权益 长期债务和经营性的流动负债 来筹集资金 两点相等 没问题 这是正确的 C选项 部分波动型的流动资产 通过股东权益 长期债务和经营性的流动负债 来筹集资金 这属于什么 这属于保守型的 又不对了 选项 部分的波动型的流动资产 通过经营性的流动负债 来筹集 我们说波动型的流动资产 和经营性的流动负债 这两个之间没有什么联系 不用管它 我们分析的时候是波动型的流动产 与短期金融负债两者做比较 所以说D也就不对了 正确选项就是B选项 接下来看下个题 假公司采用存货模式 确定最佳的现金持有量 如果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资本市场的投资回报率 从4%上涨到8% 每次交易费用 由1000元 降为500元 那么企业在现金管理方面 应该采取的对策是什么呢 这个其实说白了 就是在考核 这个存货模式 最佳现金持有量 有哪些影响因素 是不是啊 那么按照我们这里面要说 最佳的现金持有量 应该是更加下二倍的 这个每次的这个交易的费用 每次交易费用 原来多少的呢 原来是1000是吧 每次交易费用乘以什么呢 乘上一年需要量 比如用T来表示 除以什么呢 有价征程的利率 原来多少呢 原来百分之四 不就意思吗 那现在呢 我们这块发生变化了 怎么变化的呢 那就意味着我们这里面 二倍的 1000这块怎么样 变成500了 那变成500的话 就什么意思呢 相当于是1000 乘二分之一 它就变成500了 对吧 然后这T没变 还放这 分母这块呢 分母这块原来4% 对不对 现在变成8% 那啥意思啊 分母这块相当于是 乘上一个二呗 那这时候你看一看 我们整个根号里面 是不是多了一个多少呢 是不是多个四分之一啊 那根号里边 我们多了个四分之一 把它开出来 那不就相当于是 二分之一吗 那二分之一 不就相当于是 我们这个最佳的 限制数量怎么样 相当于是 下降了50%吗 所以正确选项 那就是第一选项了 所以说在这里面怎么样 你只要是把这个 基本的公式搞明白了 这个题也不复杂吧 接下来呢 看下个题 假公司呢 采用随机模式 来管理现金 现金的余额最低是多少呢 1000万 现金返回线呢 5000万 当现金余额是8000万元的时候 应该采取的措施是什么 那在这里面怎么样 我们就得首先算出什么呢 算出上限来 三倍的R R多少呢 R25000是吧 减去两倍的R 下限是1000万 这样的话呢 我们算出多少呢 算出结果呢 这块就是13000 13000 那么你这块的上限 这块是13000 下限是1000 我们这块现金余额是8000 在上下限之间 所以说怎么样 不涉及到 有价正确的买卖 正确选项 递选项了 那现在大家考虑考虑 如果说我们现在这块的现金余额 比如说 不是8000 多少呢 假如800万 怎么办 那么如果是800万的话 那就意味着 他这块怎么样 现在是小于1000了 小于1000怎么办 我们就需要把有价正确转成现金 让它回到哪去呢 回到现金反向上去 有价正确转成现金转多少呢 那就是5000和800之差 合着啊 4200 把有价正确转成现金 转成4200 然后加到我那800上 一共和到一起 正好达到现金的反回线5000 那么如果说我们这块 现金的余额 也说为 15000 如果说现金的余额为15000万元 咋办 相对是高于上限是吧 那高于上限的话 应该怎么着 应该是去购买有价正确 投资去 那投资多少有价正确呢 购买多少啊 要让它回到反回线上去 那就意味着我们怎么样 应该投资购买有价正确 一万万元 这样的话呢 就回到了反回线5000万的水平 所以说我们这一个题怎么样 你又得能够把它灵活运用 这才可以 把它用足了是吧 用足了 哎呀 这个我们有态度的考证 就是这题会 那题会 就这一个题会 稍微变一个 问法又不会了 接下来看下个题 我公司呢 根据存货模式 确定最佳现金汽油量呢 为5万元 有价证券的年利率呢 15% 在最佳现金汽油量下 它的交易成本多少 我们说最佳的现金汽油量 那就意味着 它的交易成本 应该和机会成本相等吧 那机会成本多少呢 机会成本呢 我们说应该是这个5万除以2 平均的持有量嘛 然后乘以这个年利率水平 15% 这不就是你的机会成本吗 在最佳持有量情况之下 和你的交易成本相等 OK了 这个选项 那就是C选项呗 这换个问法是吧 换个问法 那如果问你总成本多少呢 总成本多少呀 那总成本的话 那不就相当于是 你这个交易成本 或者是这个 机会成本乘个2不就可以了吗 对吧 那变成多少 变成7500了呗 这一个题就可以 好几种问法 好几种问法 得能清楚是吧 能清楚 接下来来看下个题 X公司的年设销收入呢 为720万元 平均的收账期呢 为60天 坏账损失呢 为设销额的10% 年收账费用呢 为5万元 该公司认为 通过增加收账人员等措施 可以使这个平均收账期 降为50天 坏账损失呢 降为奢销额的7% 假设呢 等风险投资的必要报酬率 是6% 变动成本率呢 是50% 一年拿着360天来算 经济更为合理的 新增的收账费用的上 这样多少 怎么叫做经济上 更为合理呀 那就意味着 你改变这种收账政策之后 你的成本不能超过原来 这就最合理的吧 那么原来这个方案的时候 你的总成本多少呢 这个应收账款的应激利息 应该是用每天的这个销售额 乘以平均收账期 算出平均余额 然后乘上变动成本率 算出占有资金 然后乘上这块的资本成本 是吧 算出应激利息吗 然后呢 这个坏账 是10% 收账费用呢 是5万 这就是你原来方案的一个总成本 那么按照我们新的这个方案 你的收账费用能达多少呢 我们说了你新的方案 最经济最合理 你不能超过原方案的成本 是吧 你原方的成本呢 我们这块是80.6 我们减掉呢 这个应收账款的应激利息 我们每天的这个销售额 乘平均收账期 这个时候是50天 变动成本率呢 还是50% 这个资本成本这块呢 还是6% 这是应入账款 应激利息嘛 然后坏账这块呢 他说按照7%来算了 原来是10%来着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倒挤出来 你新的这方案 你的收账费用呢 是27.2万 而原方案的收账费用呢 是5万 所以说呢 新增的上限就是22.2 你不能超过这数 超过这数 那就意味着成本太高了 就不划算了 这就OK了 这就是新增收账费的上限 就行了 接下来看下个题 采用随机模式进行现金管理 下列各项中 与现金返回线的水平 呈反方向变化的事 我们说这个现金返回线R 它那什么呢 三次更好下 三倍的B 乘上希格玛方 除以四倍的I 然后再加上下限L 那么从这个表达式上来看 只有谁是反向变化的呢 只有分母上这个 有价正见的日利率 是反向变化的 那就意味着 只有B选项了 我们分子上这个B 这是固定的转换成本 这是同向变化的 每天现金一额变动标准差 分子是不是有方差呀 OK了 这是同向变化的 还有下限L 这是同向变化的 因此呢 正确选项 B选项吧 我们说这个现金返回线R 不让你算 但是你得知道 有哪些影响因素 而且这些影响因素 和这R是什么关系 是同向变化 还是反向变化 搞清楚就可以了 接下来看下个题 运用存货模式 和成本分析模式 计算这个最佳 现金持有量 都会涉及到哪个成本 我们说你存货模式 是两个成本 一个是机会成本 一个是交易成本 这是存货模式 那采用成本分析模式的时候呢 你需要考虑成本 有机会成本 有管理成本 有短缺成本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这里面 看看那个交叉的 不就拿出来也可以的吗 那就意味着 都有机会成本 所以说选项呢 应该是黑选项 这就不复杂了吧 接下来看下个题 假公司呢 全年销售额 三万六千万元 一年呢 按照三百六十天计算 信用政策呢 是二十天付款 百分之一的现金折扣 五十天复兴 平均呢 有百分之四十的顾客 会享受现金折扣 没有顾客 逾期付款 那就意味着 另外的百分之六十顾客 都会在五十天付款 变动成本率呢 百分之六十 等风险投资的 必要报酬率是百分之十 这个是算应收账款 应急利息用的 则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 说啥 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 不就是应急利息吗 首先我们算一下 平均的收账期 有百分之四十顾客 会享受折扣 就意味着会在 二天付款 没有预期付款的 那就意味着 另外的百分之六十顾客 会在五十天付款 算出平均的收限期 用每天的销售额 乘以平均的收限期 算出平均的余额 乘上变动成本率 算出占有资金 然后再乘上资本成本 算出经济底息 也就是机会成本的结果 就出来了 二百二十八百 接下来看下个题 在依据5C系统原理 确定信用标准的时候 应该掌握客户 能力方面的信息 下列各项指标中 最能够反映 客户能力的是什么 这个能力是什么 短期长期能力 那这四个指标里面 只有现金流量比率 才是短期长期能力 可能指标 所以说正确选项 那就是C选项 接下来看下个题 放弃现金折扣成本的大小 看看 与哪些因素有关系呢 表述正确不正确呢 A选项 与折扣百分比的大小 呈反向变化 我们说折扣百分比越高 放弃现金折扣成本越大 是同样变化的 A就不对了 B选项 与信用期的长短 呈同向变化 信用期越长 放弃现金折扣成本 应该越小 那是反向变化的 B就不对 C选项 与折扣百分比的大小 信用期的长短 均呈同框变化 又错了吧 与折扣百分比大小 是呈同向变化的 与信用期的长短 是正反向变化的 选项 与折扣期的长短 成同反向变化 没问题 逆的表正确 折扣期越长 放弃现金折扣成本越大 好了 你既要会计算 放弃现金折扣成本 并且还要知道 它的影响因素 是如何来影响 这个放弃现金折扣成本 这就可以了 接下来看下个题 某公司的全年需要 零配件的七万两千件 假设一年按照360天计算 按照经济订货的基本模型 计算的最佳的订货量为九千件 订货日期到到货日期的时间为三天 公司确定的保险储备为一千件 问你再订货点多少 再订货点 我们说应该是你交货时间 三天内的平均效量多少 应该是七万两千除以三百六十 每天效量吧 然后乘以三天 然后怎么样 再加上我们这块的保险储备一千件 算是结果来 我们说正确选项 那就是A选项 一千六百件 接下来看下个题 建立存货合理的保险储备量的目的是什么 存货的合理保险储备量 应该是保险储备量上的 储备成本和缺货成本两者之后最小 这个时候的保险储备量就是一个最佳 或者叫最合理的保险储备量 成本两者之后最小 单位的单位的年储备成本 而不是用平均的存量去算 所以这个要注意 C选项 交货期 交货期如果延长 就会发生缺货 所以说它和保险储备量有关系 D选项 存货的需求量 如果需求量增加 就会导致缺货 所以说我们需要设立的保险储备量 因此D选项应该考虑 我们这里面他说与保险储备量无关 不需要考虑的 那当然就是 B选项了 接下来看下个题 企业与银行签订了 为期一年的周转信贷协定 周转信贷额为1000万元 年承诺费率0.5% 借款企业在年度内使用了600万元 使用期为半年 借款的年利率6% 则该企业当年应该向银行支付的利息 和承诺费一共有多少 利息好算吧 600万 乘上的6%的利率 乘上个1%半年 利息有了 那承诺费呢 我们在这里面 他说你在年度内使用了600万 这600万怎么样 使用半年 那也就意味着另外那个半年 这个银行怎么样 承诺将来还得给你贷款 给你使用 所以这600万怎么样 我们乘上0.5% 然后乘上1% 就是另外半年 我银行会承诺给你使用的 那么另外呢 我们说你还有400万 没给你用的 那400万怎么样 我会承诺按照 一年来收取承诺费用 所以说把这些数加在一起 就是你应该向银行支付的利息 和承诺费 多少呢 必选项21.5 这就可以了 接下来看下个题 某企业呢 按照10天内付款 2%的限制之后 30天付清的条件 购入货物呢 100万元 如果企业延至50天付款 这个成本多少 他说一年的按照360天来算 不考虑负利 这样的话怎么样 我们用这个2%的 限制折扣 除以呢 一减2%是吧 乘以什么呢 一年按照360天来算 你的付款时间呢 是延到50天 然后减去10天 算是结果就可以了 那正确的选项呢 就是B选项 18.4% 从这里面呢 就会进步发现 我们这个付款时间 延长的越多 放弃限制之后 可口成本 应该是算出越小嘛 这能看出来的吧 好 接下来看下个题 假公司呢 采用随机模式 进行现金管理 现金余额呢 最低是2000万元 赶紧返回线呢 7000万元 现金余额控制的上限 我们说上限 I是赢得什么呢 三倍的R 对吧 乘7000呗 然后减去两倍的L L多少呢 2000 那这样的话呢 算出结果来 递选项呗 1.7 当然我们这个上限算出来之后 紧接下来你就会 要思考一下 我们的现金余额 这个 涉及不涉及 有价证券之间的相互转换 把它搞清楚了 是吧 就OK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下个题 某公司呢 向银行借款的100万元 年利率呢 8% 银行呢 要求保留12%的补偿余额 则 该借款的有效的年利是多少 我们说呢 有补偿余额的时候呢 你的有效年利率就会高于报价利率了 是吧 利息呢 按照100来算 利息呢 按照100万来算 乘8% 你实际拿走的金额呢 我们说得扣下那12% 所以说呢 你实际拿走金额 应该是100万乘上1减12% 其实如果减写的话 那就相当于是8%除以什么呢 1减去12%的补偿性预额比例 算是结果不就可以了吗 这里面大家注意 还没有考虑存款利息问题 如果说人家提供告诉了啊 我们补偿余额会给你存款利息的 这是怎么办 我们说应该怎么样呢 应该用100万乘以8% 这是你支付利息对不对 你的补偿余额呢 是100万乘上12% 这是扣到这个账户上的 补偿余额 比如说这部分呢 银行呢 会给你按照2%给你支付利息的 那对你这个借款企业来讲 应该叫存款利息嘛 属于利息收入 好的 你的利息支出减去这个利息收入 是吧 算是一个净利息支出吗 除以什么呢 除以这块是100万乘以什么呢 一减去12%的补偿余额 OK 算是结果了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题怎么样 又把它延伸一下 是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